记者肖采薇,综合报道南韩天团防弹少年团BTS歌迷和影响力遍及全世界,因此 还有了世界坛的称号,更以全球青年人代表的身份站上纽约联合国大会演讲 高人气让许多粉丝梦想著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演唱会,就有一名12岁女孩为了见到本人,靠诚心和行动让爸爸放行 防弹少年团影响力遍及世界,图为他们出席第61届葛莱梅奖 图,CFP不少家长会阻止孩子的追星行为,原因不外乎是担心玩物丧志,影响学习等理由,在美国的一名12岁女孩也是如此 他在知道防弹少年团新寻回L-O-V-E-Y-O-U-R-S-E-L-F-S-P-E-A-K-Y-O-U-R-S E-L-F将再次在美国展开,不于是很想去现场亲眼看看偶像的魅力,但爸爸并不同意 防弹少年团影响力遍及世界,图为他们出席第61届葛莱梅奖 图,CFP不过这名12岁的女孩颇有奶偶像之风,洋洋洒洒地写了1300字的小论文,想透过有条理的论述说服父亲 他在文章中不只写到防弹少年团的音乐理念,以及提及南韩的兵役法,说明这可能 只有像入伍前难得能见到他们的机会,最后也阐述这场演唱会对于自己的意义 12岁女孩写1300字论文,说服爸爸让她去看防弹少年团演唱会 图,翻设自推特女孩拿住1300字的小论文,同时努力地口头说服父亲 还拿出自己优秀成绩证明喜欢偶像并不影响学业,而这幕全被姐姐拍摄下来 姐姐将这段影片放上推特,并表示,我妹想要去看BTS的演唱会,特地通宵写了1300字的小论文 此外还发表了三分钟的演说甚至准备了合约书,最后她被准许前往L.A.美国洛杉矶了 L.A.美国洛杉矶了 L.A.美国洛杉矶了 L.A.L.A.。 L.A.D.A.D. 为自己想要去 2月21日